汪汪同学爱帮忙 我太讨厌你了 汪汪同学 有什么那么讨厌的 我太讨厌感冒了 太不舒服了 哎呀 你感冒了 为什么感冒了呢 因为感冒 脾气太差了 看我今天又来攻击谁呢 你好 非常好 今天的目标就是你了 什么 太坏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 可以回放过去的最精华电视出现了 汪汪同学来到了电视机前 哎 我们来打赌 谁在游泳池坚持到最后 谁就可以全口吃掉零食 好啊 汪汪同学和哈士奇为了吃零食都忍得很好 但这时 有点受不住无聊的汪汪同学先动了 接住吧 水花 你你你你你你 看我的大炫窝 你敢这 快看我的超大水炫风 呀 汪汪同学最终赢得了全部的零食 我要开动了 汪汪同学迫不及待的吃起了饼干 就是这里 汪汪同学用遭手吃零食 有可能传染了感冒病毒 我当时以为用泳池里的水洗过手了就没问题了 游泳池的水虽然看起来干净 但实际上细菌很多 你继续看吧 好热呀 啊 哇 嘿嘿 啊 好凉快啊 啊 就是这里 像这样吹凉风会感冒的 因为太热才这样的啊 继续看看吧 啊 好困啊 就是这里 我什么都没干啊 就是这里 窗户是开着的 凌晨温度很低 如果因为热就开着窗户睡觉的话 会感冒的 汪汪同学乖巧地点点头 好吧 我承认确实是我的错 就是这样 那要如何才能治好感冒呢 接着往下看看吧 感冒了就不能吃太凉的冰淇淋 还是喝温水吧 知道了 汪汪同学把药咕嘟咕嘟地喝了 啊 好苦啊 还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呵呵呵 一起来玩吧 好啊 汪汪同学 想玩也要忍住哦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下次再玩吧 汪汪同学只好回到床上休息了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 再也不感冒了 真棒 那么 谢谢观看